看在上面啊 蠻多蝴蝶在飛的 現在呢 其實 我在新加坡章魚機場的T3航廈 那今天晚上啊 我會在機場過夜 那我們就順便來看一下這個 新加坡的新耀章魚機場的話 它T3有什麼樣的免費設施 然後這些旅人啊 如果晚上啊 在這邊轉機留宿的話 如果不住旅館啊 不去Lounge的話 可以去哪些地方呢 我們去看一下吧 那現在啊 其實我的身上很多設備啊 已經都快沒電了 像是我的相機啊 然後 我的GoPro啊 其實有兩個電池啊 已經快沒電了 那手機呢 也必須要充電 所以我們現在啊 必須要先找可以充電的地方 先緩解我們就是 電量不足的問題 OK 現在在我身後啊 有一個 AI的Transfer Lounge啊 那它旁邊有座位啊 是可以充電的 那也有一些躺椅啊 可以在這邊睡覺 但是啊 我覺得 它的這個量不太夠 所以如果晚上人多一點的話 基本上這邊應該沒有辦法睡 OK 那我的GoPro的電池在充電了 我的手機呢 也在充電了 然後我的相機的這個電池啊 也在充電了 所以萬事具備了 現在只差時間的問題了 就是要等一點時間啊 讓它把這個電池充滿 或者至少充到一半 才能走 想吃東西的話 你可以上樓啊 有Burger King啊 或者是一些當地的小吃啊 還有一些連鎖店的品牌 就在樓上 這邊 現在在LV的旁邊 我們現在往前走啊 這裡啊 是有一個區域 然後好像蠻多位置 然後有些人在這邊躺著睡 那旁邊啊 也有充電區 所以我覺得這邊算是一個 蠻好的 補充啊 休息的地方 這裡還有免費的電腦盆使用 那上面呢 也有一些旅館 如果你要這邊過境的話 在這邊住一晚也是可以 但是呢 如果沒有預算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住在這邊呢 就是躺著這邊睡覺 那主要就是這個 免費的電影跟蝴蝶蝶 然後後面啊 就是我講的這個 過境旅館 如果你們想要休息啊 有床睡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去購買 然後後面這邊呢 是貴賓室 所以如果你想要付費洗澡啊 或者是 吃點東西啊 麻煞機啊 這邊有沒有 這邊都有寫 他有提供的服務 這裡 那這邊玻璃 櫥窗外面就是蝴蝶園 但是啊 他只有早上8點 到下午5點有開放 這個時間呢 是沒有辦法 就是出去外面 看這個蝴蝶在飛 那在蝴蝶園的旁邊呢 這邊就真的有一個免費的電影院 那給你們看一下他有播放什麼電影 這個呢 是他的電影播放時刻表 一天呢有123456 這個電影院啊 是只有下午1點啊 到好像4點啊 是沒有營運 其他的時候呢 都是營運的 找到TVroom在哪裡了 在後面 就是在我剛才啊 就是看電影免費的地方啊 呃 他旁邊這邊呢 就有一個TVroom 然後這邊的椅子呢 其實也可以坐著睡覺啦 所以 如果你想要看電視 你就坐在這邊看電視 如果想睡覺休息的 可以在這邊 坐著睡覺或休息 這樣 另外一樣 好像他說 對 然後這邊是羊生前 你可以從這邊 到這裡 電視裡面請坐 這些設置是真的蠻棒的 因為 不用花錢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 看電視 然後也可以看電影 然後可以當著休息 睡覺 充電啦 其實一定俱全 那在那邊呢 還可以免費使用電腦 所以 在現在窩機場 你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做呢 除了洗澡 需要付費以外 其他基本上 也能夠做 然後也能夠享受 好的 那現在啊 我已經找到睡覺區了 就是在這邊 專門呢 有一個區呢 它是有躺椅可以睡覺的 然後這邊啊 已經躺滿冷了 但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環境還不錯 面對的是外面啊 看電視的窗戶 為什麼我沒有早一點 然後發現這個地方 剛好在那個TV room的地方啊 睡覺 其實 它的那個椅子啊 只能維持我上半身睡 我下半身呢 全部都是 在外面這樣睡 然後呢 我兩點睡 然後四點多 就有一堆 印度家庭 在我旁邊這邊做 一直聊天 根本沒有好睡 所以我覺得大概 四點半就起來了 然後現在 走一走 現在五點多一點 然後才找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真的蠻好睡的啊 所以如果你們 有來新加坡的機場提神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個地方睡覺 但是它的床位真的不多 就這樣一整排 大概有兩排的位置可以躺 OK各位我們等到早上了 那現在蝴蝶館啊也已經開了 真的蠻多蝴蝶在飛的 你可以看它上面啊 蠻多蝴蝶在飛的 感覺很特別啊 能夠在機場裡面啊 行站裡面 而且是行站裡面喔 管制區 然後有個蝴蝶館在這邊 可以讓你欣賞蝴蝶 然後旁邊呢就是電影院 這種感覺還蠻妙的 而且還蠻棒的 會讓你覺得 這行下裡面啊 是一個樂園的感覺 然後很多地方可以去 你不會無聊 OK那 這一次啊 我覺得停留在這個 藏衣機場啊 真的是蠻棒的 讓我覺得啊 對機場啊 是有一個不同的概念 新加坡藏衣機場啊 它有提供這幾個服務 真的就是蠻 蠻屌蠻厲害的 因為 讓一些小資啊 或者是背包客 在 露宿 機場的時候啊 或者是郭靜零機場啊 有地方啊 可以看電影啊 休息啊 或者是那種 接駁旅遊之類的 這個我覺得它做的蠻好的 而且 應該也花了蠻多錢 在做這樣的事情 畢竟啊 一個旅客流量大的國家啊 或者是一個機場啊 設置這樣一個東西啊 其實是蠻便利的 一些旅客的 然後也會讓旅客在這邊啊 覺得是很舒服啊 很窩心的 那 我覺得啦 我希望台灣啊 就是機場也可以做一些變化 或者是 增加一些設施 讓 來這邊 轉機的旅客 會覺得是舒服的 然後 然後 也會喜歡在這裡轉機 這樣 那這才是一個 做好門面的一個工作嘛 然後 OK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段落啦 主要就是簡單的分享啊 經過的時候意外發現啊 那牌子上面有寫 免費的新加坡觀光旅遊 這個啊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啊 但是 應該是可以 帶你出去玩遊覽之類的吧 但是 這個的資格啊 或者是說 它需要多少時間啊 其實我並不知道 所以如果有更多資訊的人啊 歡迎在底下留言幫我補充一下 我告訴你